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通过Richard Feynman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个过程用下象棋这么一个例子来看这个科学研究科学探讨科学探索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上从某一个侧面就就可以看到这是科学的方法论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在做科学探索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寻找自然界的奥秘 在今天这一节呢我们讨论一个以其相关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就叫做Ockham's Razor叫做奥卡姆剃刀 就是讲在我们科学探索或者是在其他的研究探索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尽可能的用简单的方法去做而不是用复杂的方法 这就是所谓奥卡姆剃刀 也就是说在我们研究任何一个假设一个假想或者是不同的理论 在解释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的在这里边选择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来理解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自然界中有一个不解之谜 这个不解之谜呢有好几个理论 同时都在竞争着互相又不兼容的去尝试着对这个谜进行解释 而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用一个简单的解释来去破这个谜 在这个哲学上呢它还有一个词叫做The Law of Parsimony Parsimony英语里意思就是说是简单的简洁的 也就是说Arcum's razor is the law of parsimony 就是不是必要的时候 不要在一个简单的假设下添油加醋 把它弄得过于复杂 也就是说在探索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最好寻找一个简单的解释 而简单的解释十有八九有可能就是一个正确的解释 而一个复杂的解释或者是复杂的假设 复杂的猜想往往是epistemically better than the complex one 用一个简单的解释来破一个谜 往往比一个复杂的解释来破一个谜更有效 epistemically在认知上更有效 这并不是说简单的假设一定能得到一个简单的预言 就是说我用一个简单的模型 因此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模型产生的预言 用这个预测或者预言去核实 我这个谜是否被解了被破了 而是说我们这个模型的本身需要的假设 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假设 他得出的预言不一定很简单 得出预言有可能还比较深 我们回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实际上广义相对论 他做的一个假设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在重力场下 我们的感觉和在加速度下 我们的感觉应该是等效的 就是你有重力或者是被加速 是一个等效的感觉 在这个基础上 他做出的广义相对论 而他得出的预言可不是那么简单 他可以在重力场上光线 可以弯曲 可以出现黑洞 可以出现很多复杂的预言的现象 而这些呢 当然后来都被验证被核实了 所以这个模型的本身的假设的简单 并不等于模型本身能够做出的预言性 也是那么简单 这是两码事 那么回到这个Arcum William Arcum 这个人呢 是1287年出生 1347年去世 他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家 在他那个中世纪的时候 他是一个英国的修士 一个英国的religious friar 他实际上是在他那个年代 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哲学家和神学家 那个时候实际上哲学神学是一码事 是一个领域 他所提出的这个基本论点 Arcum's razor 就是用他的名字引用的 而他的哲学理念 实际上是有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 我们不要去做不必要的假设 任何的假设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实在的 这么一个依据来做这个假设 当我们对某些事的假设 后边没有任何依据 甚至没有任何必要 他到底是还是不是 他存在还是不存在 我们最好就不要去做这个假设 当然他唯一例外就是上帝 因为他本身是个theologian 所以上帝你不用考虑是不是有必要 是不是实在的存在 你就必须假设上帝是存在的 而我们对很多其他的假设 除非他是自己是self evident 就是他本身就彻底存在 或者是通过你的体验就存在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 你可以假设这个东西存在 不然的话 你就最好不要去假设这个东西存在 当然还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圣经 圣经里面的东西 你都要假设是存在的 当然圣经里面讲的东西 你就只能是假设 是necessarily true 是self evident 那还是回到他的宗教性 决定了对圣经 对上帝的存在 他是不能质疑的 但在这之外 很多东西 你如果有很强的疑问 你不是很sure 这个东西一定是存在 那你最好就不要去假设 而这个Arcum 他本身并没有用 这个Arcum's razor 去描述这件事 这是后人给他灌了一个 Arcum's razor 就是Arcum的剃胡刀 而这个Arcum剃胡刀的 这个基本原则 说到简单话 就是什么 让他简单 简单 再简单 就是什么东西 在你做论证 在做猜测 在做假设的时候 最好要简单 不要弄得太复杂 Aristotle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上 当然比Arcum要早很多年了 要早一千多年 Aristotle上有类似的理念 就是说 Nature operates in the shortest way possible 这里shortest way上 就是simplest way 就是自然界 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在运行 当然这句话 在他的这种哲学理念上 你可以这么认为 而实际上的自然界的现实 可不是那样 实际上自然界的现实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回到上一节 我们提到的量子力学 那实际上很多 这种复杂的现象 至今找不到一个 非常清晰的答案 只能说我们观测到 有这么一个规律 而Rene Descartes 他这种dualism 就是mind和body 我们以后还会讲 本身也是一个 Arcum razor 不认可的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Arcum razor上 最简单的概念 就是世界上是唯物的 一切都是物质组成的 而Rene Descartes 的dualism上是 就是物质和思维 是两个互相分割的实体 当然我们人既有思维 也有肉体 那么这个两个东西 之间是 基本是两码事 而这种基本是两码事 和另外一种 physicalism 或者是materialism 或者reductionist approach 就是这种 唯物的物理性的这种定义 那人的这种思维 实际上是来自于 人的肉体 人的大脑 那这样的解释 从Arcum razor角度来讲 是更直接 更直观 更简单 因为我们就不用把这个人 那么复杂 也是思维归思维抽象的 然后肉体归肉体 是实在的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 就是这种dualism 就是这种人的这种思维 和身体 这种两元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和这种 唯物的这种概念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但是以后我们会讲到 这个从 Arcum razor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 就是他这种dualism 今天可以说 从这种Arcum的剃刀的角度来讲 这种二元论 某种意义上 不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方法 David Hume 在这上也有一个 非常类似于Arcum razor的论点 他就是还是回到宗教的奇迹 他认为 这个宗教的奇迹 一旦发生 实际上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 就是上帝在后面操纵 这么复杂 那么复杂 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 那么上帝后边 在这种制造的宗教奇迹 后边就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想这样 上帝想那样 而另外一可能性 这个奇迹 很可能存在一个 比较简单的 我们大家认可的 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因 这个时候 我们就最好去寻找 比较简单的原因 更加直接的原因 如果我们寻找到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 当然David Hume 是对宗教的奇迹 是不认可的 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 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那就是一个病人 一个病人 在祷告 祷告了三个星期 结果他的病就好了 那么好了 现在就有两个可能去解释 一个解释 就是他的祷告 被上帝听到了 上帝看不到 摸不着的那个人 非常关心 他的得病的情况 然后就帮着他 把这个病给弄好了 假设 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的话 那这个上帝 同时在地球上 有千千万万 无数的其他的病人 都要由上帝来看护 而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在他这祷告的时候 他可能或者是自己自愈了 或者是他这时候 吃了某些药 或者是有某些治疗 那个治疗有效 他就好了 那这两个选择 一个是神迹 就是神的奇迹 上帝在那折腾来折腾去 把他给弄好了 还是一个 就是吃这个药有效 那这两个里 显然按照 Occum's razor 按照这样的一个解释的话 那第二个选择 应该是更接近简单 就更简单 就是吃药有效 他就好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 在今天仍然出现 很多对宗教非常信服的人 他说 我在这得这个病的时候 我祷告了几个星期 结果就好了 可实际上 他在祷告同时 他在医生给他看病 给他治病 实际上最后好了 那到底归功于谁 对吧 那么这个今天 实际上仍然是有很多人 在这个误区里闹不清楚 到底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有名的事件 是在这个法国大革命期间 这是拿破仑和拉普拉斯 大家知道 拉普拉斯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 一个著名的数学家 主要是 拉普拉斯在拿破仑的时期 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个时候的拿破仑 可能已经是皇帝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拉普拉斯 把他的一个 当时写的一个著作 献给了拿破仑 让拿破仑去看 因为拿破仑对这个科学有兴趣 拉普拉斯当时的著作里 主要就在描述 用牛顿力学 用现有的物理知识 来描述天体的运行 拿破仑的基本的理念就是 牛顿力学 加上数学 可以使我们天体中的 任何的物体的行动轨道 可以非常严格的 准确的 有确定性的把它算出来 这样一弄的话 拿破仑看完他这书以后 就问他说 上帝在这里还有什么用 拉普拉斯就说 在这样的一个假设里 我是不需要上帝的 这句话 实际上被后来误读 拉普拉斯意思就是 我不需要上帝去做这个 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 但是后来仔细的分析 实际上 拉普拉斯在说 上帝在整个的 我的计算中 是不需要参与的 他并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 而是我不需要上帝 参与我这个计算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实际上又是一个 Occum's Razor 就是说 上帝在这里没有必要参与 那我就假设他不参与 因为上帝在这里 搅和来搅和去 弄得非常复杂 那还不如 我就用简单的 就是用我的微积分 用我的这个计算 我能算出来太阳系的 不同的行星的运行轨道 也就行了 在19世纪下半夜 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 哲学家 叫做Ernst Mark 我们以前也提过 他实际上是深深影响 爱因斯坦 对这个时空概念的 这么一个哲学家 他有一些理论 但是他其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哲学理念 叫Principle of Economy 这个economy不是经济的意思 是节俭的意思 是简约的意思 就是节俭 简约原则 什么意思 Ernst Mark 就是在说 当某些东西 我们无法观测 无法感知 彻底完全是 我们看不到 摸不着 感知不到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最好就是什么 就等于是不存在 对我们来讲 等于就是不存在 那这个呢 上就是一个 Arkham's Razor的 这种argument 就是这种论证方法 看不到 摸不着东西 就是存在 因为上 这个回到 Arkham's Razor 回到 Witgenstein的 这个逻辑实证主义 也有类似的概念 Witgenstein 当然讲的是语言 当语言说的一句话里 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 你就是等于 这个句话 等于跟放屁一样 不要从这种话里边 去寻找任何含义 那么在这个 Ernst Mark 意思是 当一个东西 完全看不到 摸不着 感知不到的话 那咱们就假设 它不存在 Witgenstein 我们刚才说了 他这种逻辑实证主义 实际上也是一种 Arkham's Razor 这种 奥卡姆剃刀的这种概念 就是对语言上 当一个语言 当一个符号 当一个标点符号 任何一种语言表达方式 是完全没有准确的描述任何东西 或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符号 那它就是没有任何含义 也就是不需要的符号 就最好不要用 用任何的语言 任何的符号 它一定要有一个逻辑上 一个实实在在的在描述某一件真事 或者某一件落实的一个含义 这个语言 或者这个文字 或者这个符号才有意义 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 完全抽象 无法具体的实证的描述的东西 那最好就不要用 所以这个实际上 也是Arkham's Razor的一种反应 也就是说你不落实的东西 不要去假设 Kyle Popper 回到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讨论很多次的 那就是他就说 就是说在我们做科学研究 尤其是在做证伪的过程中 我们最好用Arkham's Razor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因为科学的猜想 科学的理论 最好是用一个简单的猜想 简单的理论 来取代更复杂的理论 也就是说 这个简单的理论 是用简单的假设 来取代一个需要很复杂的假设 才能支撑的理论 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 就可以支撑的一个理论 他的证伪过程应该是更简单 比一个很复杂的假设支撑的理论的证伪 要更简单 而证伪简单 就是证伪过程更简单 更直接 更容易证伪的一个理论 显然是一个更有效的理论 如果他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证伪的东西 一直没有被证伪 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 他就是更加接近真实的现实 那么这个奥卡姆 到底是属于一种认知论上的理论呢 还是属于一个什么 实际上他不是 就是说他这个原则 实际上是一个 heoristic preference 就是那种直觉启发的那么一种 一个直觉的方法论 他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什么原则 一个规则 你必须这么走 不这么走就错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 你用这个奥卡姆剃刀的这么原则 你可以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的学科 你都可以去用 因为回到科学 在科学里有的时候 很复杂的一个科学定律 有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把它弄得过于简单 有可能你就会误入歧途 那么我们下面就对这样的一个 奥卡姆's razor这个原则 进行一些相关的讨论 相关的案例的讨论 最典型的案例 还是回到地心说和日心说 如果我们用地心说 作为我们的基础 那么天上的行星 就会画出非常复杂的轨道 为了去解释这些复杂的轨道 我们就必须设置很多复杂的假设 这个在这个地心说里面 就是这种行星的这种轨道 上后面都有一些什么这种 这种什么画出这种螺旋了 很多很多的这种假设 去设计去做这些假设 才使这个行星的轨道 才有一种近似的描述 但是一旦我们采取了 戈白尼的那个日心说 马上这个天上的这种行星的轨道 一下就非常简单的就可以解释了 不用夹那么多假设 这个行星每一个在每一层 这么转那么转 而实际上就是因为 我们和其他行星的相对位置 在我们公转于太阳上 有一个不同的相对位置的表现而已 因为地球本身也在自转嘛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Ockham's Razor Example 就是说地心说和日心说的转换 使我们后面所需要的假设 大大的简化了 Edwin Hubble叫Habbo 他在这个在二几年 对这个宇宙大爆炸的 这个里程碑式的贡献 实际上也有一个类似的 这么一个一个思维方式 他当时一九二几年那个时候 他对天空的测试 实际上是非常粗糙的 对这个星系的亮度 对星系的这种距离 都是非常非常粗糙的 但是呢 他总的来讲 他感觉隐隐约感觉呢 就是宇宙的 几乎是所有的星系 都有一个红移 就是光线的光谱 往波长更长的这个方向 有一个漂移 距离越远的星系 它的漂移的程度就越高 也就是说 他们相对于我们的Doppler 效果就越严重 也就是说 相对我们的离开的速度越快 因此他就把这些图 把这些测试点呢 画在一个图上 非常非常粗糙 那么这个图呢 上次就是0033 有那么几个点 但是就啪就来了一条直线 把它就是从中间 最密集的地方 画了一条直线 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宇宙是在膨胀 这就导致他最有名的 这种宇宙膨胀理论 和这种膨胀的观测 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画一个 其他的曲线 比如画一个抛物线 画一个指数曲线 或者什么这种正旋曲线 就是用其他的曲线 来描述这个宇宙的这种 远离我们速度的 这个时间轴 但实际上他都没用 他就画了一条直线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Archamps Razor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直线来画 画出来我得知结论 当然这个结论 后来实际上发现 不完全准确 因为后来的测试 发现实际上这个宇宙 这种其他的星系 远离我们的速度 实际上是有一个微微的加速 所以这个加速 使这个这条线呢 不是一个直线 有一点微微的弯曲 往上弯的 这个呢实际上 就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Edwin Hubble的年代 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 爱因斯坦的 狭义相对论一样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潜在的 对于这种高速的 相对运动的 这种物体之间的关系 在他之前有Lawrence Transformation 然后有什么Ether 有这种以太的存在 什么这种空间的收缩 压缩弄的非常非常复杂 但是尽管那种描述呢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 已经可以说是准确的反映了 他的相对论的一些内涵 但是呢 唯一的爱因斯坦 做的 在他的狭义相对论里 做的最关键的一个假设 就是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不存在 等于是说 他把所有的这种绝对的存在的假设 给去掉了 这一去掉 马上他的这个 狭义相对论的这些结果 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就是时间会放慢 什么这个那个 这里就不多讲了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宇宙中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 所有的这个物理的现象 物理定律 都在宇宙中 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 而不是说在这个星系 这个物理常数和那个星系不一样 那就很复杂了 而咱们就简化 所有宇宙里面都一样 这又是一个 阿康斯瑞瑞的这种原则 由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假设 非常非常简单 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不管是狭义相对论 还是广义相对论 他做的对于 对这个整个宇宙的结构的假设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由此导出来 非常令人惊讶的结论 比如说就是时钟放慢 比如说在重力场中 在光速相对运动中 都会放慢 或者是在这什么重力场中 什么光线甚至会弯曲 这些东西都是 让人非常惊讶的结果 但是实际上它的起点 都是非常简单的假设 从某种意义上 爱因斯坦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Ernst Mach影响很重 因为他像马赫比他稍微早一点 他看了马赫的很多的文章 和很多的论文 所以他很大程度上 他的相对论是受马赫的影响 但是马赫的这种简单的 principle of economy 这种节俭原则 本身也有他内在的问题 因为他说了 看不到摸不着东西 我们就假设不存在 对不起 原子分子基本粒子 你是看不到的 你能假设它不存在吗 对吧 在那个时候你是看不到 你假设不存在吗 而这个爱因斯坦在1905年 一个很有名的论文 就是Brownian Motion 布朗运动 实际上 他的整个布朗运动 那个论文 讲的就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分子 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而他在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基础上 他做了一些很有名的论文 那这个论文最后 承知到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文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爱因斯坦并没有死守住 Occamp's Razor 并没有死守住Ernst Mach的这个节俭原则 而爱因斯坦上在有一句名言 我们大家经常听到 就是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 simpler 这个并不是爱因斯坦的原话 但是这个本身这个话的宗旨上 就是反映了这种Occamp's Razor 在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上 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原话 我就把它翻成中文 就是所有理论的最高目标 事实不可简化的基本要素 尽可能简单和尽可能的少 而同时不放弃任何数据 所充分显示的内涵 The supreme goal of all theory is to make the irreducible basic elements as simple and as few as possible without having to surrender the adequate representation of a single datum of experience 简化 但同时不识精髓 就是你把问题都把它简化 但是不要把关键的东西丢掉 它的E等于mc square 这种能源和质量之间的转换 这个公式 当然一说爱因斯坦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公式如此简单 但是这个公式又如此的丰富的内涵 它的这个广义相对论的那个方程 也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又是非常复杂的内涵 进化论最常用的一个案例 也是一个Occamp's Razor的success 用进化论来解释生命的演化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过程 它是一个无目的的随机的 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设计者和指引者的这么一个演化过程 唯一的驱动力就是繁殖成功率 reproductive success 而这个繁殖成功率加上繁殖过程中产生的微小的各种的变异 使得一个物种在自然界中最后是成功的幸存下来 成功的进化下来 还是最后被灭绝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 而以其相对应的 从宗教的上帝创造世界和这个智慧设计这个角度 它实际上是说什么呢 一切生命的来源 一切生命的演化都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控制着 在操纵着 在设计着 这样的听着好像是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它本质上就是违背了奥康斯瑞瑟的原则 因为你把这个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而不是像进化论那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 因为你通过一个上帝和神在这里去控制整个进化过程 这里就出现了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有99%的物种在地球上都要灭绝 因为什么上帝决定把这些灭绝 所以其他的能够生存下来 能够进化下来 但是你马上下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是选择这些物种 而不是选择其他的物种 为什么这个上帝在制造的过程中 创造生命演化的过程中 这物种之间如此的相像 尤其是物种有些像猿人 各种各样的这种猩猩猴子和人那么像 可是其他动物又有一定距离 这种非常的相似性 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上帝为了什么 就是说很多就是让你使这个 由于这种神创论的这种基本的概念 就是你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为了回答这些疑问 你就要做各种各样的讲 各种各样的假设 而这些假设就成了神创论 或者是智能设计论里面的这种 很多很多的假设的包袱 而这种假设的包袱 最后都是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设计者 有一个这个有个那个 所以就是说这种解释 实际上就不如回到简单的进化论 我们就是一个随机的 无目的的 俩眼一摸黑的 足够的时间长的时间段 然后通过繁殖率的成功 使我们的进化到了今天的结果 99%的物种都灭绝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无法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下来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繁殖成功率 不足以保持这个物种的延续 以及相对应的 同样的用神创论来解释 所有这些物种 死掉的物种的这种低效率性 那就显得非常非常的苍白 非常的无力 在现代医学里面 另一个案例 所有的医生在给一个病人看病的时候 他总是在寻找一个最简单的 可能的诊断 这个诊断可以最大程度的解释 现在这个病人身上的所有的病症 或者是绝大部分病症 而不是每一个病症 选择一个单独的一个诊断 然后多个诊断 多个假设凑到一起 最简单的 越简单越好 用同一个诊断来解释所有的病症 如果你都能解释 那你这个诊断 很可能就是更加接近真实的病情 而不是要去用非常的特殊的 非常的奇葩的那种诊断方法 然后非常复杂 非常什么 去解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病例 比如说一个人在发烧 在流鼻涕 然后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你知道现在是冬天 刚刚从秋天入冬 那你一个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这个病人得了流感了 而不要去把他想象 他得了什么免疫系统病 那个什么传染病 那个艾滋病 什么全来 而因为第一个假设 就是现在是一个流感季节 他得了流感 当然这有可能是误诊 但是在这个基本症状前提下 你就得出这么一个诊断 如果这个基本前提下 还有其他的症状 那你再去根据那个症状 再去想一想 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大的可能性 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医学研究专家 他叫Theodore Woodward 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的 这么一个著名的一个 有重大的贡献的一个医学专家 他上有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经常被用 就是When you hear hoofbeats think of horses not zebras 就是当你远远听到蹄子的奔跑的声音 你想到的应该是一个是马 而不是斑马 因为我们知道斑马是非常少见的 而马是非常多见的 意思就是你想一个更常见的可能性 而不是一个更稀少的 更不常见的可能性 当然Occum's Razor 如果你要是把它过度的使用 也会导致一些潜在的问题 比如说过去天上的流星 大自然中的闪电现象 各种各样的这种地球板块的漂移 还有什么进化论 你要说我用Occum's Razor 用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咱们就一句话 上帝造成了所有这一切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简单 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 那这个时候你从Occum's Razor 你把它推到这个极端 那就是上帝解决了 上帝是给我们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一个回答 也就是说上帝可以解释一切 是又简单又直接 但是仔细想想 这样一个解释是最简单吗 实际上就是在你一切解释不清的时候 全推向上帝 表面上看是最简单 实际上它并不是最简单 而是把你所有想不清 弄不清的那些复杂性 全给它装到一个大桶里 放到上帝身上背着 所有我弄不清的东西 全在上帝那边的 这样的话等于说 以其说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还不如说你把复杂性 全推到了上帝 与无穷远的那个上帝的身上 这个就是恰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神创论 上帝创造和上帝设计生命的一种解决方法 所有神创论 它一个中心的论点 就是我们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 如果无法解释 那只有是上帝来解释 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 Occum's razor 用这种简单的最简单的解释 把所有的复杂性 推到一个无穷远的上帝身上 那我们最后得到什么结论 就是咱们什么也别做了 什么探讨 什么科研 什么探索 都不要了 因为都在上帝那边 我们永远够不着 摸不着 看不到 那咱们就停了 别做了 而这种情况 实际上是在宗教信仰里 经常见的一个心理状态 还有一个有名的呢 就是所谓的阴谋论 因为阴谋论 实际上是Occum's razor的一个反例 因为任何一个事情 叫这英语里叫smoking gun 就是当一个人被在街上被打死了 旁边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枪 那枪那枪管里还在冒着烟呢 那显然你第一个反应是 这个拿枪的人是凶手 但是在这个阴谋论里边 这事就复杂了 就是出现了任何一个事件 它一层一层的后边的假设 全套在一起 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假设 来解释眼前的这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阴谋论的这种 看问题的方法 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是在un enlightened population 就是在那种脑官不是很灵的人身上 阴谋论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我们就着重看一看 这个阴谋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阴谋论是怎么样使我们的思维 变得一脑子僵了 闹不清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这个下一节接着讲 这节目是非常好 从这个平衡上